我们来证明一下小角度的单摆 它会近似于 剪斜运动 这里有一个单摆 然后它有摆长L 摆长L 以及摆锤质量 小M 还有它跟牵直线的夹角是Sita 那么 它有受到一些力 首先它有受到重力 我们就叫它W 另外一边也有 这是它挡过来右边的时候的 重力 除了重力以外 它有受到绳子的张力 绳子的张力 好 那就没有了 那 我们知道说这个单摆它在挡来荡去的时候 也是有点像剪斜运动 它是荡过去 然后越来越慢 随着它升高越来越慢 然后又荡回来越来越快 到最低点的时候最快 然后呢又越来越慢到达最高点 然后再越来越快到达最低点 它也是有点像我们的弹簧的运动 水平面上的一个弹簧运动 好 好那我们就 要来分析一下 它是不是数学形式呢 也跟剪斜运动很像呢 这就是我们要 来证明的部分 好那我们 把 沿着速度的方向 沿着它运动的方向 我们画一条切线 这是它运动的方向 这是运动方向 V 这是V 就是速度 它可能是在这两个地方 跑的 那这瞬间的速度 可能是沿着两个方向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 我们来把这个 重力呢 分解掉 把分解 把重力分解成 沿着 法线 也就是跟切线垂直的 以及跟切线平行的部分 好那么这为什么要分这两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在意的是 造成它加减数的部分 好这里其实这个 跟切线垂直的这个呢 它应该会是 因为这个角也是cita 所以 跟切线垂直的部分 这个 它应该会是 wcoscita 而跟切线 平行的部分呢 这个 应该是 w sincita 也就是这样 好那这里呢 我们的wcoscita是 跟速度垂直的 所以它会造成 它们的 速度的转向 而不是造成加减数 那 另外一个 w sincita 和 v 平行 这个才是 造成 v的 增减 增减 好那我们在意的是这个 v的增减这一项 因为我们的减学运动 它是一个快慢慢快快慢慢快的运动 所以我们就看第二行 好那我们假设说 当角度很小的时候 当cita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的切线呢 就会 趋近于 贴在x轴上 这个可能 自己要想象一下 切线在角度很小的时候 它去跟x轴平行 好那这样 如果说它是平行的话 就会变成说 我们的 就会变成说 就会是 负的 w sincita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画一下 当这个cita非常的小的时候 那我们的 越来越小的时候 那我们的 切线就会变成平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自己想象一下 当这个cita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就 会让这个 角度变很小的话 我们的切线就越来越平 越来越平 最后就会 变成是 在x轴上 因为这里也是cita 这里也是cita 所以 当cita越来越小 我们的切线 它就会越来越接近水平 那当它水平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力 跟切线平行的这个力呢 它的方向性呢 就会是在-x 就是在-x 就是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这个是w sincita 所以向右为正 那向左的力 就要写成一个负 好那么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得到的 f 等于-w sincita 那f又等于ma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得到的式子 还有还有这个 w其实是mg 好那我们把它 稍微的整理一下 就会变成a等于-g sincita 这个是第一个 部分 在第2个呢 其实你可以从几何关系里面呢 看出 l 以及 这颗球所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 叫他 叫他 x 那中间这点我们叫他置顶 所以这个 l 从0到x处 他们的间隔 就是x 就是x 那从几何关系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是 l 分之 x 就会是sincita 那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 x就会等于l sincita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做连例 我们叫他3和4好了 那就3 去除以4 就变成了a除以x 会等于负的 g除以l 那再进一步 把它表示成a等于负的 l分之gx 好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一个项呢 很类似 辅克定律 这一项 它是一个常数 因为 l都不变 都是已经固定下来的 所以 这整项是常数 而我们从虎克定律的 ma 等于负kx 也是可以得到 a等于 负m分之 k x 然后这一项也是常数啊 因为 弹力的力常数k以及弹力 弹簧挂的东西m 都已经是固定下来才 才让它开始正的 所以 它那比m分之k也是常数哦 那既然这两个都是常数然后 左右两边都又分别有a 和x 那就代表说 它们有相同的数学形式嘛 数学形式相同 所以说 它的等数 这个 单摆的 单摆的 运动 小角度单摆的运动 的确 的确是可以 看成近视为减血运动 那既然数学形式相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找出周期 因为我们一开始 在弹簧的情况 周期是 2π 更好k分之m 那现在呢既然 他们的 数学形式很像 那我们一样 就只是把k分之m 就换掉 而换成 g分之l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单摆的 小角度单摆的周期公式 那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今天它是在θ 非常的小的时候 我们的切线才会跟 我们的 的x轴平行 那才会越像一个 越像一个水平的 弹簧 最后的结论就是 300的时间 300的周期 就是2π 跟号的g分之l 跟号的g分之l 好 谢谢 谢谢观看